J是一台福特电动野马 19年底 它在官宣的一个小时里 就收到了超过1万个订单 在延迟交付一年多的情况下 光是美国的有效订单 还仍然超过3.2万个 到22年4月 由于订单数过多 福特电马停止了接单 截止到24年上半年 电马累计销量超过20万台 是福特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电动车 尽管在过去几个月 它还在不断刷新自己的月销量记录 但可惜的是 它已经快死了 大家好 这里是海黎汽车台 我是新能源爱好者海黎 在对电动车最友好的加拿大的向天 我开着这辆22款电马跑了三天 终于搞清楚了它的死因 先说一下电马的背景 它是福特旗向第一款原生纯电车 也是福特电动化转型里最重要的车型之一 为了做好它 福特不光把野马的标给了它 还给它配备了爱迪生团队 这是一支集合了福特欧洲和美国研发力量 直接向CEO汇报的专属电动化团队 感觉就这个配置 福特是把电马当作电动化转型的全村希望了 所以电马的使命也就亚历山大了 它在设计之初 对标的就是行业标杆 特斯拉的Model 3和Model Y 此外 它还承担着福特的电动全球化战略 比如通过长安福特 在中国生产电马 并且计划从中国出口电马到其他市场 说回电马本身 仅从一款电动车的角度来说 电马到底如何呢 就我个人三天的体验来说 相当惊艳 远超预期 当然了 这可能是我对福特的电动车预期本就不高 毕竟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 福特在走量的车型上 可以说是屡战屡败 又屡败屡战了 无限循环 但电马还是在几个地方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首先使它正常的有些离谱 在我看来 不管谁家坐电动车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别抽风 比如单踏板模式 不要搞什么五档可调 结果五档跟一档也没啥区别 对 就说你呢 也不要搞薛定饿式的自动模式 一脚有一脚没有的 跟神经病一样 对 就说你呢 再比如常用功能 该用实体按键就用实体按键 不要搞得我想开个窗户 还得低头看开关 对 就说你呢 而电马在这些基本功能上 你还别说 出奇的正常 比如它的单踏板模式 脚感线性不说 还能刹停 要是关了 那就跟油扯一模一样 再比如 它也把不少实体按键装进了大瓶里 但它仍然保留了大量常用的实体按键 而且放在大瓶里的功能也很容易找到 第二 是它的机械素质非常扎实 我开的这辆是四驱长行直板 车重达到了2.2吨 但它的驾驶感受 欧范十足 不管是加速刹车还是过弯 悬挂都支撑到位 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整车路感也很欧洲 开它就跟开了个欧版的福克斯似的 一点也不觉得这车有这么沉 但是有一点我想问问这个车的设计师 你这车设计的这么重 但车胎为啥只有225宽 比Model 3还窄了10毫米 虽然不影响驾驶感受 但远远一看 就跟一两米大高个 穿了双36的鞋一样 好看嘛 和谐嘛 第三 是它的配置非常良心 电码的基础配置其实非常高 不管是功能上的 像什么电尾门 四门电动解锁 电折叠后视镜 机翼座椅 还是氛围上的 像什么氛围灯 织物仪标台 全皮座椅 全景天窗 这些都是全系标配 它还把另一个成本特高的东西 也做成了标配 那就是福特自驾的 Copilot 360高级辅助驾驶 说实话 由于福特在自驾领域过于低调 我在订这辆车的时候 根本就没注意到这套系统 也没提前做功课 我是上了高速以后 现看现琢磨把它激活的 一开始 我以为这东西就是个自适应巡航 用了一会儿发现 这系统能自动变道超车 还倍儿丝滑 过一会儿我又发现 它还支持高速上彻底离手 再过一会儿我又发现 它还能在城市道路上自动居中和提前避让 可能还是因为我本就对它预期不高吧 这套系统甚至让我误以为 它有特斯拉那样的自动驾驶能力 尤其是当手机端的导航信息通过CarPlay 投到仪表屏上的时候 我真以为它能自动变道开下高速呢 直到我错过了高速出口 才被拉回到了现实 总的来说 这车真挺全面的 如果只是把电马的战场限定在北美 有一说一啊 我真觉得它比大众ID4 日产的Arya 现代的Ioniq 5和6这些车一点都不差 它自己和自己比 不断增长的销量也说明 电马是有竞争力的 哪怕它的硬件基础在四年里几乎没有升级 它仍然是一辆性能很均衡 配置很能打的车 可为啥我视频开头就说它快死了呢 那就不得不说一下它的问题了 首先是丑和乱 先说丑这个事 咱们看看野马和电马 这俩车的长相 你就看电马这个样 比例如此飘逸 幸亏不是真马 要是真马能跑得起来吗 就这个长相 那马里不受歧视吗 这倒不是说我是个严狗 但是车毕竟是个商品 你可以不好看 但不能丑吧 退一步说 你长得丑 但性价比特别逆偏 或者说续航充电特别牛也行 但是显然电马没有做到 所以就很尴尬 除了丑之外 车里的东西也乱 你看它那一堆配置 是真良心 但是吧 看着乱糟糟的 没个重点 坐在车里 你都不知道这车 到底想突出啥 看着就有点乱 当然 这些属于我个人审美 电马也不至于 因为就这么点事 扶不下去 我说它要量 主要是因为它赔钱 而且赔的是那么的离谱 福特造电动车 造了四年多 越造亏的越多 从23年的平均一辆 亏6万美元 到今年的一辆 血亏13.2万美元 一辆全新电马 也就5万多刀 基本上实现了 从造一亏一 到了造一亏二的升级 其实对面临 电动化转型的车企来说 这种亏法也很正常 但福特的问题是 在造车不断血亏的同时 它的电动化转型 却全方面的遥遥无期 咱们从以下几个方面 一样一样看 一 脆弱的供应链 从24年开始 电马在美国 就完全拿不到联邦政府的 7500美元补贴了 电动F150 也只能拿到一半 为啥呢 因为电马用的是 宁德时代的电池 而电动F150 用的是韩国SK的 都不满足电池包 美国制造的比例 从立项算10年 从首发算5年 它不光连一个 合资的电池工厂都没有 甚至都没有第二组 电池供应商做备份 这一点它不光比不上特斯拉 它甚至比通用都差得远 电池包上的困境 只是福特供应链的一个缩影 它其他的重要三电组件 也严重依赖单一供应商 和单一产地 二 失控的成本 光是一个供应链 就够挠心的了 可你别忘了 福特脑袋上 还顶着一个大雷UAW呢 也就是美国工人联合会 在三大车企里 括号 我们姑且把已经只剩半条命的 克莱斯勒算进去 括号完聊 UAW在福特的渗透率是最高的 我感觉福特的高管 每提一次UAW 都能咬碎一副后操牙 为了平衡成本和UAW 福特把电动F150 和电动全顺的生产 留在了美国 而最走量的电马的生产 放到了墨西哥和中国 随着中国工厂早早停产 电马那最后一点成本优势 也没了 以至于福特在今年引号 祈求自己的供应商 英文单词用的就是bagging 能再压缩点成本 这样自己能少亏点 我就 能想出这个点子来 福特也真是个人才了 三 反复横跳的战略 其实我觉得 上面两点都只是表象 福特的病根 还是在电动化战略上出了问题 最开始 福特和其他很多品牌一样 对电动化转型的态度都是 必须的 等不及了 一定成功 但真干起来以后 福特内部的阻力就越来越大 比如我曾经听过一个访谈 嘉宾就谈到 福特并没有像他嘴上说的那样 具有破釜神舟的勇气 相反 股东和管理层 对电动车亏损的容忍度 还是在参照传统业务的 投入产出预期 所以 只要在电动车上的进度 遭遇点挫折 福特的态度就会摇摆 此外 因为电动车盈利的压力 福特得罪了他最不该得罪的一群人 经销商 23年6月 福特CEO吉姆法利宣布 考虑引入直销模式 并且对经销商销售电动车 设置了非常高的准入门槛 这直接导致了经销商的信任危机 要知道 最起码在美国 经销商就是福特成功的基石 尤其是在美国许多三四线小城镇 经销商对售价和金融服务 都有很大的话语权 经销商往往还是当地比较大的家族 就是优惠和面子 我都能给 在电动车本来就不好卖的情况下 福特本应该是求着经销商去推广 去搭售 结果他说要甩了人家自己单链 你说你要是经销商 你不得琢磨琢磨跟福特未来的关系 根据业内人士的说法 福特在电动化上遇到的困难 还要再持续个两三年 作为回应 福特可能会大幅调整 自己原先制定的电动化策略 包括提前终止电麻的生产 削减规划中的下一代电动车的车型 和增加混动车型 在未来产品区列里的占比 按照福特原本的规划 基于G11平台的电麻 将会在26年上半年停产 由G12平台上的新电麻取而代之 但我觉得 电麻大概率会提前停产 或者以25款的名义 继续卖24款 因为卖一台亏一台 甚至亏两台的困境并不能改善 所以还不如赶紧聚焦到后面的产品上 那么随着电动化遇阻 福特会不会再一次陷入危机 甚至布克莱斯勒的后尘 直接住进ICU呢 我觉得根本不至于 24年上半年 在经历了E部门 也就是电动车部门严重的亏损以后 福特交上了半年净利润26亿美元的大卷 虽说比通用的59亿美元差了一倍不止 但这个数字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国车企 做梦都不敢想的盈利数字 这个数字是因为福特的治理水平高吗 当然不是 不管财报难看成啥样 福特的管理层都是汉劳保收 23年 福特的利润率同比增长了8% 而CEO吉姆法利的薪酬却涨了26% 同样汉劳保收的 还有UAW工会的领导们 那这个数字是因为福特的油车仍然能打吗 当然不是 福特22年和23年 蝉联了美国召回次数最多的品牌 截至24年上半年 福特暂时落后于克莱斯勒 但在6月份 福特就宣布因为变速箱问题 召回55万辆F150 24年是不是能三连贯 还有悬念 那福特到底为啥 还是能赚得盆满钵满呢 因为美国本土巨大的消费能力 不能否认的是 美国仍然是全球消费能力最强 利润空间最大的单一汽车市场 只要把门一关 开启汽车消费内循环 哪怕福特再苟生了几年 它还是能活得很滋润 所以就冲这一点 中国的车企想要活路多一点 活得舒服点 那么拓宽海外市场 就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 这条路如果走得好 不仅能反补本土市场 还有利于中国车企的整体发展 提高竞争力 同时呢 也能给中国车企作为一个整体 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出路 这一点 日本的二田 就给我们打了一个不错的样子 最后说回电马 一代电马这个气场 这个长相 我觉得真是白下了野马的标 咱二代能不能好好设计设计 找回来点野马 该有的样子呢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还请关注并一键三连